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是1月22日 下星期會是期指結算 在這點中 期指一定會受到一些影響 的確 今天大家看到期指有些是回落 大市整體也看到有些回落的壓力 這是很必然的事情 為什麼這樣 因為你看看已經累積升了這麼多 其實去到昨天 那個市已經不是很肯升了 你看到它是去到這裡之後 已經有十字升出來 大家要留意一件事 很多時候 有些人做市的話 就是早上至下午 的早段都是沽貨的 臨到最後 那一個多小時 就扯回它上來 在視覺上做得到 或者在技術分析上做得到 它沒有跌過 其實它日中是跌了的 如果日中下跌了之後又再升 我們就叫做日中調整 是利好後市 日中調整幾次之後 你就應該知道這些叫散水價 因此顧得到它們在這點裡 今天就可能會有散水 既然有散水的話 大家就去看看 我們看到它是長散 一段散 究竟如果散水 我又要買貨 買什麼貨 今天我推介的就是散水 別人散水的時候 你可以做的 這個是買賣 這個是幾次都可以有用的 有朋友問國庫集團 國庫集團 它以前是星子銀行的系統 國庫集團這隻不是給我們散戶玩的 真正不是給我們散戶玩的 別人做的是做投資 以前還有一個好意圖 就是想去收購東亞銀行 別人做投資買賣很多是債券的 所以在這點裡 除非你真正對債券市場很有歸心 你可以買國庫集團 如果不是的話 我的建議就是 一般散戶來說 不要碰這隻東西 為什麼不要碰它 因為別人是有錢人的玩意 這個是賣了星子銀行出來之後 所得到的錢 用來自己做投資來做 別人就順便上市 這是別人有錢人的錢莊 我們貼下去 真是說不好聽 唉 不夠了 所以在這點裡面 你看到它一路來來去都是波動 是很小的 每一日 每一日來看波動很小的 不過累積一定有些跌幅 也有些升幅 所以其實這個價格 如果朋友有貨的 我就覺得 除非你打算有有錢人心態 跟有錢人一起去看看 玩債券為主的東西 如果不是的話 就覺得都是盡量找個時間 出了去買其他股票 這個是兩個月的 中國聖木 以前介紹過的 但五勞子的時候 後來升到八毫、一元 又跌下來 又再升上去 有朋友又說 那時候買了之後 那怎麼辦呢 第一件事 你買了之後 有沒有套離 套離之後 有沒有走到 或者之後 有沒有優惠優惠優惠 一定要這樣看 這些股票 第一 是有實力 不過是沒有資金的 那些人不會炒他的 因為太細隻了 那些大戶下來的話 一落 他就會把那些水擠出去 他買乾了糖 人家是實業的 就慢慢吸他 因為真正的很喜歡他的奶 我們作為一個小投資者的話 我會覺得 我應該用什麼心態來做呢 你將現在賺了錢的 股票那些東西 找部分進來這些 當他跌的時候 要進來這些 那為什麼這些可以 因為 奶的資源在中國 遲早是稀缺資源 不過你可不可以靠他 來炒上炒下 對不起 因為他的波動性 是很少 不會大有大開賣 不過 他會有時候不小心 失經無神 就嚇你一跳 就好像這裡這樣 這裏就是 你如果拿著他之後 駁他這下升 那就真是死了 駁完之後 你可能等到天亮 再跟著他在這裏 你升完之後 你還要跟著他 又再追入 你又死了 因為他又下來 這裏 現在這裏怎樣 其實你要細心看 這一級升了上來 這一級做整股 升了上來 再這一級做整股 再這裏再上去 以後 這些資源股 在中國來說 是將這些奶類資源股 隨著有消息 或者隔壁屋的消息 或者自己的消息 這裏消息 就是蒙牛 將它對它 借給它錢 不收錢 要收回它的股票 所以就賺了上去 在這點裏 我覺得 聖木 是有條件 可以慢慢做的 你說要拿著它 等到它上去上面的話 想這裏發達呢 不行 你一定 如果你做這裏發達 你應該就是找些460 我遲些再說460 為什麼 如果有些朋友 以前投資新世代 聽過我說 460的發揮人 不簡單的 好 起了聖木 做了 如果你有貨 賺到錢 就好走 不要坐定定起圖 現在起這裏也是 你見得到了 他們上到這裏 你要看到市盈率很高 171倍 市盈率這麼高 為什麼蒙牛還可以拿著它 因為做奶類資源 就是奶圓 要賺錢的 還有要研發 很多人認為做芯片 做科技 是需要投資很多做很多科研 大家因為可能 這裏還是將對中國農業 還看著一個很落後的狀態 我只是說 絕對不是 現在中國這些農畜木業 的投資額 分分鐘 是以億計 以至百億計 不是說芯片工廠 才用你億億聲的 這裏聖木一個奶場 是真的可以投資過百億 當然 你普通做芯片 你要說 要穿白衣 穿白袍 要有空氣符 等等 同樣 聖木這些地方 你去這裏 一般人是不能參觀的 為什麼不能參觀 你要參觀 抽血先驗 驗血程序 需要超過兩個星期 比你新冠病毒的檢測 因為它要檢測你 你有沒有肝炎 有沒有很多東西 因為你不覺得 帶了東西進去給牛 它死給你看 所以這一點 你看看 別人是這樣管理一個農場 管理一個奶場 所以他們的投資要很多 這隻牛可以出多少奶 又不可以像芯片一樣 啤啤啤啤啤出來 不過它做得到的話 它日後 這個奶園 那個要求的價格 是會很多 是會賣得很多 我舉一個例子 假如告訴你 這些牛奶 你喝了之後 可以防癌的 抗癌的 有於嬰兒子的老毛發育的 我想請問 這個牛奶應該賣多少錢 我們老人家吃補品 你認為你現在一個月吃這樣的 這樣的補品 奶用的補品 吃多少錢 為什麼一個嬰兒子 他的奶 只賣得這麼便宜 現在你一定要看到 國家現在要做的就是 培養人才 是由嬰兒子的老子開始做培養 讓他的老步發達好 日後才考到好 才有到智力 所以在這點裡面來說 日後 所以我經常都說 中國的奶 有朝一日 一定會贏過荷蘭 或者全世界任何一隻奶 因為三醉清安這件事 是歷史的了 這個說完之後 就告訴大家 聖木這些股票 不是可以拿著來的 不要經常拿 只是怎樣 一有消息 有些什麼 就炒它一轉 直到它 接下來 跟著它公佈業績 看看它怎樣開發 看它的發展 然後才可以看到 會不會有長線可以再續 所以接下來 這次聖木的業績報告 是很重要 決定了這件事 日後它的發展怎樣 中國中車 朋友又問這個中國中車怎樣 一看 已經知道不是很好的 不過又不是 升了上去 因為這個之前升 這幾天 這個周線圖 這個時候有些回下 就可以看到 是不是 回下的時章 怎樣 細心看看 它回下的時章 是回下 周線圖回下 保力加通道的上軸 所以應該這個是突破之後 是回調 你要看看它會不會再跌穿下來 假設不跌穿下來 所以這個應該是逐步逐步向上的 我個人的看法就是 中車已經調整了這麼久的時間 似乎應該都夠位 是會回上去稍微高一點點的位置 因此它升了上來 現在回調下來 然後又會再試看看會不會彈上去 或者會再下一點點 無論如何 好 今次之後 今次之後 中車是值得可以留意的股票 特別是留意它會不會跌穿 周線保力加通道的頂部位 如果不跌穿的話 即使它有多支持 繼續向沉上去 保力協議 保力協議 很多消息 很多人也曾經 之前沒有消息 即使它 認為它不理它 我這隻大自然 不知四毫子或五毫子 介紹過 不過是八毫子 吃了虎 跟日後這一毫子 我就沒有 為何會這樣做 現在大家知道 它有這麼多消息 現在來到配股 配股 難道兩毫子才會配股嗎 難道五毫子才會配股嗎 就炒到這個位置配股 炒到這個位置配股之後 你以為它目的完了沒有 如果它目的已達的話 將會怎樣 很簡單 將會有少少要整固 整固完了之後 它會不會跌下來呢 我估計又不會 因為 爺爺現在的政策 是要搞新能源 不要忘記 保力兩個字 和利劍 離槍 離炮 是有些關係的 所以這些 它們所能夠發展到的 條件 是應該比一般人好些些的 講著這麼多 所以 如果它有些下跌下來的話 又看到它真真正正 走去發展開發了 因為它現在和人很多人合作 可以搞 那你就要看看 因為 將會 是會可能 是會令一個 在接下來幾年裡面 它們一個重要的發展的途徑 爺爺鋪定條路給它 現在還是繼續在保力加通道日線路上 上面一直升上去 我估計 接下來幾天 將會慢慢會跌下來 跌下來 保力加通道就能夠充足 再看它發不發力 有朋友問海底撈 海底撈這幾下 都是資金有流入 但是這裏的資金就少了些 為什麼要這樣看呢 留意 這裏 是不是一個雙頂 在這裏 亦可能正在做一個雙頂 在日線圖上面看得清楚些 這個雙頂 破不了就下來 這裏又是 來到這裏之後 很遠很遠就破了上去 破了上去之後 下回來 又穿下去 那會不會上到這裏呢 我的看法就是 似乎 這次是有點累了 開始要走下來 為什麼累了 很簡單 北水 今天是不是說 有些好像走了一些 北水經常來嗎 不會經常來的 不過北水會來的這個渠道 的確 經過特朗普這次打壓中移動之後 是刺激了他們 開通了渠道 國內有些股民 開個戶口 開一個人 開六七個戶口 有些戶口是炒股的 有些戶口是專門用來 好像拿了很多張身份證 去了應購新股 所以在這裏面來說 炒法是不同了 不過海底撈我覺得 開始可能會有些少 是向下調整的趨勢 應該可以短期獲利 如果你想買的話 都要去看看 好了 這就是日線圖上的 今天推介的是中電 中電是一隻很老牌的股票 抬炸彈都不會動 為什麼會在這裏面推薦呢 如果市有調整 而你硬是真的要不開股票 不安樂的 那你就要等進去這些 例如好像 在基金裏面 就叫做 這些 就是現金股票 等進去 最主要就是 它盡量是會 讓你保持一個穩定性 因為它是等於現金 因為你又不想持現金 你又要持住它 在基金裏面 叫做貨幣基金 即是說你不持現金 要是持有澳洲 持有英鎊 持有等等 希望匯價賺少少那麽多 中電也是一樣 如果其他出現 風大雨大 你便進來這裏避雨 中電在這裏面 在周線圖上 就慢慢收到豬嘴 出問題 爆哪裏 我們看回日線圖 日線圖似乎向上向上 日線圖似乎向上向上 這個 向著這裏 現在你看它會不會上去這裏 它下來又會怎樣 就是下來這裏 現在才7.3元 下到這裏才是71元 兩元雞的走散 就算輸極都暫時兩元雞 那是否即時很穩定 比你拿一隻 爸爸、媽媽、姐姐、妹妹的那些 一動了 就説十多元,幾十元 凡是風大雨大就找回這些公用股 來作為做避下雨 市形率10落高 按照歷史的看法高 息率是4%左右差不多 一般來說 這就是給大家看看 如果真真正正出現風大雨大 又要不甘心於渣 加現金的 一定要拿些股票才穩妥 那就找這些 除了這些我還有很多人在公用股 大家對比看看圖 看保利加通道 起碼日線圖上 它是否在中軸上 在周線圖上 它是否試圖破中軸 那就用這裏來做 好 接著我講保利加通道的應用 一個月前 我大致講這圖是這裏的 問大家 大家怎麼猜的後市呢 讓你看看這圖 你現在跟我說說後市怎麼看呢 不用看 你也知道 跟著要升很多 是不是 好了 我們看看這點 這個位置 就是這裏 就叫大家猜一下 其實在這裏你猜不到的市 你猜不到的市 為甚麼 因為那名有 這個線還是相對平的 中軸線還是平行過 來到這裏它還是有少少落去的 真是哄死你的 騙死你的 成交又少了 是不是 之後突然之間 不聲不聲就嚇你一驚 一抽上去 升火一種種 接著就咬上去 接著就連續了這麼多日的上升 行生之數的上升 是不是 所以希望大家會留意一件事 我們看這裏的時期之中 未有一個好像確切的明確轉勢 不要搞 好像這裏的話 我現在這裏的時期 在這裏沽它就好了 真的這裏的時期你沽不沽 你不要沽著 不知道 真的去到這裏你沽不沽 就是這樣 好 來到這裏的時期中 這裏不要跟沽 去到這裏它上升 再跟著這裏 你看到這裏咬腰 就在這裏才跟渣 這裏跟渣的話 都會有些肉食 是不是 這就是講保利亞通道的應用 這裏在1月24日 告訴大家 我說一個月之後 再看看市場 現在就是這裏 這個推介股票 基本上以前推介過的就是這樣 答觀眾而問的 大家可以看看 有多少 你可以去參考一下這裏 然後如果見不到的 再來問一問 看看可不可以答得到給大家 多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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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 多謝大家